好 吵架放一边我们来关心民众的困扰 这位女子投诉呢 她说她买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服饰之后呢 那么发现有问题 结果她去找客服完全找不到 电话打了五天都在盲线 写email也是等了五天之后才回应 而且是制式化的答案 对她的问题没有帮助 她很生气 她说网络业者的名气这么大 但是服务这么差她很失望 真的吗 我们的记者今天试图联络业者 还果然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办法解答 因为电话永远联络不上 今年来在网络看起的标榜MIT评价不适 热卖到来不起出货 但有消费者投诉 售户服务相当差 打了五天电话都不通 写email也拖个四五天才回 就很早 完全没有办法接触他们客服 如果我有任何问题 就只能找网页上制式的流程 甚至离制式流程还要来得久 刘小姐激动地说 等了好几天才回的email 根本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知识回复 陆续再寄了几封也都石沉大海 更别说永远没人接的客服电话 实际打给客服都在盲线中 不管是隔了十分钟 甚至一小时全都不通 其实完善的客服流程 应该是要电话向五秒就要接起来 一收到email就得回 如果无法当下处理 二四小时内要回复进度 太复杂的问题 最慢三天内要解决 email电话都吹没人 根本无法得到公关或业者 对此回应 但最让刘小姐不满的是 退货的钱竟然拿不回来 消保官认为退货等于解约 业者应该退还现金 如果优损消费者权益 会要求改善 只是这样品质差劲的售后服务 已经损害品牌形象 刚在消费者心中大扣分 中日新闻夏军城 路易台北采盲报道